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忍者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中国精神 在最近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 复兴中国精神 那么中国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如何来复兴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 中国精神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精神 是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 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史 五千年来 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 给我们呢 无数的教诲 这些教诲都是真理 可谓是历久弥新的 永恒不变的 所以中国的精神 实际上正是中华民族 古圣先贤 给我们流传下来的道统 作为一个中国人 应有对中华圣先道统 一个基本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 在自身上落实 成为一个真正 有灵魂 有血肉的中国人 不愧对 炎黄子孙的称号 那么我们果然能够 在自身上落实中国精神 必定能够影响 自己家庭 自己生活的社区 乃至社会 国家 乃至世界 大学里面讲的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平天下 是讲天下太平 也就是现在 国家领导人提倡的 和谐世界 那么 中华 传统的文化 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古人 有所谓的三教 久留 三教 是指 儒 世 道 三家的 教育 儒家 以孔孟为代表 道家 以老庄为代表 世 就是佛家 是 世家 摩尼佛 以及 祖师 大德的 教育 那么传统文化 是以儒师道为主流的 又兼容 各个学派 一般我们讲 有九个学派 叫九流 那么 实际上 三家 同体的 九流 同源的 互不矛盾 反而是 互相 补充 相辅 相成 相得 一张 所以 中华传统文化 既是多元的文化 又是和谐的文化 而 各宗 各派 讲的道理 实际上 都是 同出 一个源头 这个源头 儒家 称为道 道家也称为道 佛家 称为自信 真如 雍正皇帝 过去 有一篇上誉 说道 儒师道三家 是理 同出于一元 道 并行而不备 他们的理 都是同一个源头 出来的 都是什么呢 道的流露 自信的流露 而道和自信 是宇宙的本体 整个宇宙 由道而生 由自信 变现 所以他们 所提倡的 修学之道 修学之道 是讲修学的方法 是可以 并行而不互相 违背 他是兼容互补 所以我们 对传统文化 要有这样一个认知 这就不会 互相排斥 甚至互相诋毁 我们应该 坚守并序 从三家为主 的学派当中 去领会 中国精神 在我们自身上 做起 振兴 中国精神 那么中国精神 或者说中华 圣贤道统 可以说是 涵盖面太寡了 所谓是 博大精神的文化 在这样的一个 文化的 汪洋大海当中 我们要 提取出 其中的 精髓 和纲领 也确实 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们 在这里呢 做了一个 出浅的尝试 将 中华 圣贤道统 中国精神 来一个 归纳 总结 也是 提纲 且领 是便于我们 去学习 去认知 更重要的是 去落实 那 我们 总结了 十条 这十条 以儒家 文化为主 坚守 道家和佛家的 理念 分别以 一到十 十个数字 来代表 那么 这些 纲领 这些条目 都不是我自己 发明的 全都是 有经典 作为依据的 我们只是 数而不做 把它 做一个 汇集而已 那么这个一 是讲一体 二是二相 三是三宝 四是四物 五是五常 六是六合 七是七智 八是八德 九是九思 十是十一 那么 这十条 前面三条 是 叙述 我们 真如 自信 本体的 他的 德能 他的现象 那么 大学里面 称为 明德 佛家称为 信德 那么我们 作为 凡人 跟圣人 其实没有两样 都具足 明德 圣人 有明德 我们也有明德 但是我们明德 未明 圣人是 明德 已经显明了 凡圣 差别 就在此地 明德 上面来讲 并没有缺 缺少 圣人 没有增加 凡人 没有减少 所谓 再圣 不增 再凡 不减 只是 圣人 能明其 明德 也就是让他的 本性中的 德能 智慧 福报 能够自然流露出来了 没有障碍 我们凡人 有障碍 所以明德 不能流露 所以大学教我们 要明明德 这个明明德 第一个名字 是动词 是显明 怎么显明 把那个 我们本有的明德 上面的障碍 去除掉 这就显明了 明德 我们的本性 好比是一个 这个大放光明的宝镜 现在宝镜上 落满了灰尘 它不能够照了 那不是说宝镜 它本身不能照 宝镜还是依然能照 但是现在照不出来 不是宝镜本身的问题 是因为宝镜上面有灰尘 挡住了 覆盖住了 这叫明德 未明 没有显明 那怎么样让这个宝镜 重放光明呢 拿一块 抹布 去 好好的把宝镜上的灰尘 给插掉 去除 污染 去除灰尘 去除障碍 这宝镜啊 就能重放光明 这就叫做明其明德 所以明明德也叫修德 你得去修 你得去擦那个灰尘 那才能把自己的性德 显明出来 那么 前面 一二三 是描述性德的 既描述本性 也描述 本性的相 和本性的德 这一二三呢 是从这三方面 从体 从相 从德用 上面来描述 我们把它归纳成啊 属于明德 或者性德 那么 从第四 到第十呢 这属于修德 也叫明明德 是教我们呢 去小好的修的 那么我们具体把这些条目啊 先给大家读一读 然后我们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 首先 从性德上看 第一个是讲体 一体 这是中庸上 开头 第一句话就讲的 天命之谓性 这是形容一体的 那么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更具体的描述 就是用孝这个字来代表一体 那么我们一会儿会详细说明 二项呢 这是大学里讲的 本末 大学说 这个物有本末 事有中事 知所先后 则尽道义 这个本末 是讲我们宇宙万物 这些像 宇宙 它有万物万象 那哪个是 所有现象的根本呢 哪些是枝末呢 就好比一棵树 根本是树的根 末呢 是枝末 包括这个枝干 树叶 花果 那大学里给我们讲的很明确 以身心为本 以家国天下为末 身心 在佛家称为正报 家国天下 这是讲环境 包括人事环境 包括人事环境 和物质环境 这称为一报 所谓一报 随着正报转 所以身心为本 家国天下为末 当然 也包括整个宇宙的环境 都是末 那第三呢 是三宝 这是老子道德经上讲的 一约辞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贤 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说明 这一二三讲性德的部分 从第四条开始讲修德 四是四物 这是孔子传授给延回的 所谓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四物 讲修德 五是五常 五常 这是儒家 讲到的 五常德 仁义理智信 六和 这是佛家 作为戒和同解 戒和同修 身和同住 口和无争 义和同月 力和同君 一个团体能修六和 这个团体是最为尊贵的 最为难得的 所谓家和万事心 义和为贵 那七 是七智 我们用礼记礼运篇里头 提到的 故圣人之所以智妻情修十意 这智人七智 这个七智 要去调制 哪七智呢 喜怒哀惧 爱物欲 这叫七智 我们讲的 凡 待人处事 接物 要用理智 不能感情用事 这是至七智 八十八德 那么我们熟知的 孝气忠心 礼仪廉止 九呢 九思 论语里面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所谓 士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冒思功 言思忠 事思静 疑思问 愤思难 见得思矣 这叫九思 十意呢 这是礼记 礼运篇里面提到的 父慈子孝 兄梁 地替 夫义 夫听 长慧 又顺 君人 称重 那么这是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个纲礼 我们所归纳的中国精神十大纲目 那么如果简单的来讲 这十条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归纳 这是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的恩师 他所提到的 五常五轮 四为八等 这是中国精神 再浓缩呢 就是笑气 中国精神 就是笑气的精神 孟子说得好 尧顺之道 笑气而已 尧顺之道 可以说代表了中华圣贤道统 归纳起来 就是笑气而已 那么再归纳呢 就是一个字了 笑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 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你可以简单告诉他 中国文化是笑文化 所有的中国精神 可以用笑字来代表 那么这也是我们要谈到的一题 我们大家都收知的二十四校里面 曾子 他有一天呢 上山砍柴 他母亲呢 在家里 结果来了客人 母亲呢 就着急了 不知道怎么招待客人 于是呢 咬自己的手指 这一咬啊 手指就很痛 结果 在山上砍柴的曾子 心就很痛 他就感到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立刻就往家里赶 回到家里呢 才知道 原来是家里来的客人 他母亲对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 把你叫回来 只好咬自己的手指 让你得到感应 我们讲 食指连心 那么这个心呢 母子之间的心是相通的 所以能够感应 那为什么说母子之间的心 是相通的呢 这是因为啊 心本来是一体的 我们的心 跟万物 都是感通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万物 全是我一心变现 所以万物 能感 我们的心就能硬 我们的心 有见闻觉知的功能 对于宇宙 任何的 事物 起的变化 我们 本来 是应该可以 感应得到 因为这是一体的 这孝字 代表的是一体 曾子能够啊 纯孝 所以跟他母亲 能够感通 那假如我们的孝心 纯到了极处 不仅对自己父母 而且对一切众生 都是用 纯孝之心 那我们也能跟万物感通 这样才能回归啊 本来一体的境界 所以我们先从一体 来谈起 那首先 我们 用 这个中庸 开宗明义 头三句 来讲 礼记 中庸篇 讲的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天命之为信 这就是讲到一体的道理 那么这个道理很深 不是一般人容易懂的 所以你看 论语当中 子贡 曾经 评价他老师说 说孔子 孔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 信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孔夫子 的文章 也代表 他能够表现出来的 这些德行 学问 这个可得而闻也 我们可以看到 也可以学习 可以接受 但是呢 夫子之言 信与天道 信和天道 这是讲宇宙的本体了 子贡 自己都说 不可得而闻也 不是夫子不愿意说 而是这个离很深 一般人 确实没有那个根气 他入不了这个境界 所以夫子讲的很少 只对 这个个别的弟子 才会谈到 所谓的 信与天道之学 这就是这里讲的一体 那么中庸就是讲 一体的 天命之为信 什么叫天 什么叫命 什么叫信 这个天 是天然 他 本来 就是的 这样的一个礼 叫天了 那么 不生 又不灭 这种礼 他属于本来 状态 这是 道家 儒家 圣人 所谓的道 佛家 所谓的自信 本不生灭 本无动摇 本自清净 那么 在这个 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的 自信当中 怎么又产生了宇宙万物呢 这是因为有动向 产生 这个动向 就是生灭向 那什么在动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心在动 念头在动 心念一动 于是就产生境界 这个境界 一开始是极其细微的 而在境界当中 如果我们不觉悟 我们的念头会随着境界去转 跟着境界走了 那么念头会越动 幅度越大 越粗 所以境界就越来越粗 那么刚动的时候 这种象非常威胁 它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佛家称为无明 因为它是虚妄生灭的根本 无明夜象产生 这一动啊 就叫命 天命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天是本不动摇 没有动摇 自信啊 那么命呢 是动了 可是命啊 离不开天 这个生灭和不生灭的 合合在一起 分不开的 所谓真妄合合 真是讲自信 讲那个不生不灭的理 这个天 就叫不生不灭的 那生灭的呢 就是讲动向 这两个 一个真 一个望 真者是不动 望是动 两个合在一起 望离不开真 合合而成呢 就叫天命 佛家用一个术语叫阿拉耶士 这成为了万法的本源 整个宇宙现象 从这儿发生 它是宇宙的本体 如果不动 那就没有宇宙的现象 就是因为动了 才现宇宙 但是这个能动的 生灭的 又离不开 那不生不灭的 自信 真妄合起来 成为阿拉耶士 这是宇宙的本体 这叫信 所以天命之为信 是这样的说法 这是夫子想到的 信与天道 他讲的很少 为什么呢 太难懂了 那我们相信夫子 也是一个得到的圣人 他对于这个宇宙本源 已经完全明了 那我们觉得奇怪 那怎么个真妄合合呢 闹不懂 那个不生不灭的和生灭的 那个不动的和那个动的 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 作为宇宙的本源呢 我们举个比喻来说 比如说水和波 这是古人常用的例子 水是讲离体 它本来无相无形 那我们怎么认识水呢 我们从水波才能认识水 风把水吹起来了 我们看到有波浪的现象 波是能动的 水呢是讲离体 它是不动的 不管是大的波浪 还是小的波浪 它都是水 那这些波浪 代表宇宙的一切现象 此起彼腹 此处出生 彼处灭尽 生灭不已 但是呢 总离不开水这个离体 那又比如说黄金和这个气面 古人常用这个比喻 叫以锦做气 气气皆进 我们用黄金做出各种各样的气面 有用黄金做成一个杯子 做成个碗 做成个壶 或者是做成一些首饰 像戒指啊 项链啊 手镯啊 等等等等 做出了精气 零零种种 种类繁多 那这代表宇宙万象 可是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气 全是金 它离不开金 金也离不开气 你说我要找黄金 在哪找 就在黄金气上找 那金气不就是黄金吗 我要找那个气 气也是黄金 所有的金气全是黄金 那个金气离不开金 这就是讲的 生灭的离不开不生灭的 那个金气可生可灭 你把它做出来了 它就生了 你这个手镯打造出来 就生了 然后你不喜欢手镯 你把它做成一个项链 你把它融掉 做几条项链出来 这个手镯就灭了 那个项链又生了 可是那个能生能灭的金气 只是相 相上有生灭 但是离体呢 金上没有生灭的 还是纯金 它这个金的纯度 并没有因为你的打造的气改变 而减少 所以讲 宇宙一切万法 就是一切现象 全是自信 都是自信变现 正如所有的金气 都是黄金变现的一样 那么这是讲到天命之位性的道理 那率性之位 那率是顺 顺着这个性 那佛家称为阿拉耶什 阿拉耶什里面含藏着 实法界的种子 里头有善有恶 有谜 有诀 有凡 有圣 凡夫 还有圣人 各种种子都会有 那么 阿拉耶什的本体 来讲的是自信 自信无所谓善恶 可是呢 自信的功能 他就会有善有恶了 这个 讲到天 是性体 无善无恶 讲到命呢 这是讲功能了 就有善有恶 那么看我们 随顺 天命当中 也是阿拉耶什里头 善的种子 还是恶的种子 如果随顺 善的种子呢 那就是善行了 儒家讲 君子之道 如果随顺 恶的种子呢 那就是 变成恶行 那就成为 小人之道 所以 率性之味道 就看你顺着 是什么性 是善的性 还是恶的性 那么这个道 率性之味道 就好像路 道路一样 这个道路 一个通向 君子之道 通向人的 通向圣人 这样的一个境界 另外一条道呢 通向不人 通向 这个 小人 凡夫 这样的一个境界 但是 在道上 他有善恶两道 或者说 人与不人两道 可是呢 善和恶 都是讲 他的功能不同 功能不同呢 形成的果报 也不一样 就有善道 恶道 可是 这些在相上讲 在功能上讲 有善有恶 不影响 这个 那个 不生不灭的本性 本性上 没有善恶 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的本性 像一个镜子 他有 照外面境界的功能 那么 镜子本身 没有善恶 一个善人来了 照着镜子 他就献出善的境界了 这是个善人 那个善人走了 又换了个恶人来照 他就献出个恶人的境界 所献的相 有善有恶 但是不影响 镜子本身 镜子本身 无所谓善恶 他只是能欠这个功能 他就能够顺着 善种恶种 显现善报恶报 这叫率性 这位道 那么圣人 明白这个道理了 他知道 善恶本身 无性 都是什么呢 原生 随顺着 这个阿赖也诗里头的 善种恶种 造作出来的 所以圣人 他明了这个道理 就帮助那些 还没觉悟的凡人 来修道 所以修道 只为教 修什么道呢 修断恶 修善的道 所谓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反中庸 就是反 这个自信 本善之道 小人反中庸了 就 智祸乱了 自己害了自己 又害了别人 得到不好的 结果 所以圣人 社教 就是帮助我们 还没觉悟的 这些凡人 去 改恶 行善 最后悟到 把恶断尽了 善就圆满 现前 这个善 就叫本善 不是跟恶 相对的善 那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就是修道 修道圆满了 就回归本性 回归到 我们自信 第一天 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 现前 所以 总结概括来讲 天命之畏性 这是 讲 宇宙本体 真 亡 混合 它里面没有善恶 率性之畏道 这就出现善恶了 它就有功能上 有善恶不同 所以导致果报不同 修道之畏教 就是让我们 断恶修善 所以圣人 之教 非常重要 整个中序 就是在这个修道之畏教上 三字经里面讲的简单 道理就是讲这个道理 说人之初 性本善 人之初 是讲 天命 天 是不生不灭的 命呢 是有生有灭 那叫本善 本善呢 是不是跟恶相对的 叫本善 这是讲天命之畏性 性相近 习相远 性是讲天命之畏性 这个性相近 所谓相近是没有区别 凡胜 同源 但是习相远 习是什么呢 率性之未道 你顺着什么样的习性 这个习性有善有恶 那就会有不同的道 有善道有恶道 有不同的结果 有善报有恶报 那狗不叫姓乃迁呢 这就需要叫了 那就是什么呢 修道之为教 如果我们不接受圣贤教育呢 那我们习性做了主人了 把我们的本性给盖付住了 就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 主人被赶出去了 挤出去了 习性当了家了 性乃迁了 其实本性是没有什么可迁的 他本不动摇嘛 这是比喻 比喻什么呢 习性做了主了 远离了本性本善 这个远离 这是近似的说法 实在讲呢 是习性 仗比住了本性 本性的明德不能现前 起不了作用 得不到圣人的受用 变成了凡夫 凡夫是烦恼 烦恼 是变成我们的受用 那么这是讲议题 所以整个圣贤教育 目标 方向 就是把我们 倒归到我们本有的 这个议题上来 那么为什么又成为 一体呢 刚才讲到的 整个宇宙 都是我们这一念 变现出来的 一动了 念头一动 这就产生了宇宙 所以宇宙 它本来是一体 是这一念当中 显现出来的现象 那么中国人呢 用孝这个字来代表 孝字你看 上面是个老字头 下面是个子字底 讲老一代和子一代 合为一体 你看这是小 那老一代上面 还有老一代 子一代下面 又有子一代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是一起 这是小 用这时间的 无始 无终 来代表宇宙 宇宙 一切 时空 都是一体的 都是念头 变现出来的 而且 这个念头 生面速度极快 在菩萨出台经里面 弥勒菩萨告诉我 这一弹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行皆有始 这一弹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百千是十万 那么三十二亿百千 也就是三百二十万亿 这么多的念头 一弹指当中 就有这么多念头 每一个念头 都有行 行就是我们宇宙的物质现象 行皆有始 始是精神现象 物质和精神 统统是一面产生的 所以 这讲到的念 超越了维心 也超越了维物论 因为 心与物 我们讲物质和精神 通通是念头所生 是动向 因为念念成行 这个每一念 速度极快 一生一灭 又有第二个念 生灭不已 这个念头相续不断 就产生了宇宙 这个相续的现象 实际上 它不是说真正是连在一起 不是相续 它是相似的相续 因为每一念所现的宇宙的像 都是独立的 前念 不是后念 两个念头之间 是隔开的 分开的 独立的 尽管时间非常短暂 但是都是前念灭了 后念才生 所以前念所变现的宇宙 也是生灭了之后 第二个念头 所变现的宇宙 才会有生 生出来 像我们人做梦一样 因为有念头 就有梦境 而这梦境是我们 念念在生灭 而产生的虚幻境界像 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 为什么 因为它生灭速度太快了 所谓随处出生 随处灭进 你看我们 看电影的时候 这个电影的底片 被投影到荧幕上 一秒钟画24张底片 我们在荧幕上就看到了 是一个相续的现象 这情节非常避震 这是我们眼睛被蒙骗 不知道你看影片 那个底片 它是一格一格断开的 前面一格跟后面一格 没有关系 独立的 各个独立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却被蒙蔽了 因为它的生灭 是一秒钟生灭24次 一秒钟24个 底片过去 这就把我们眼睛给蒙骗了 那如果说一坛指 一坛指 大概是四分之一秒 那我们就在四分之一秒里面 已经有了320万亿次的生灭 那我们怎么能够看出 现前的现象是假象 所以对于这个一体 就没有感觉 不知道这个宇宙 真的是我们念头变现的 一体的假象 那所以我们明了了之后 对于宇宙的任何人 任何物 都要爱他们 为什么呢 这是你的 你念头变现的境界 跟你就是一 不是二 爱他们就是爱自己 能够入这个境界 你就是圣人 你这叫做尽孝 孝就代表一体 所以遥顺之道 孝涕而一意 我们要明了 这个孝 是圣人境界了 你把孝 做到了极致 先从跟父母一体 开始 修起 最后呢 对一切人 乃至一切众生 众生包括有情的众生 和无情的众生 有情众生是指动物 有血有肉的 有感情有生命的 那么无情众生是指 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 通通是你心所变现的 你的念头所生 所以要爱他们 这就是儒家讲的人 人 人最高境界 就是入这一体的境界了 古人讲 人者无敌 第一就是对立 人者心中没有对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明了 整个宇宙就是自己一身 一体 自己 自己身之外 已经没有别的 身外无物 物外无身 那这个身什么 心所变现 所谓呀 这个心外 无境 境外无心 境是境界 境界就是你的心的 全是你的心变现 就好像做梦一样 梦境哪来的 梦境是你做梦的心变现 没有梦境何来有心 你找不到心 那没有心 你何来有梦境呢 你找不到梦境 所以 心外无境 境外无心 整个境界就是自己 自他 不二 全他 即自 全境 即心 这是 如是道三家 讲到的我们的最高 境界 也是我们本来 面目 这是我们要修的 目标 孔子说的 至于道 立志 得道 就是入这个境界 那么为了更深入和明了 去体会呀 这个一体的境界 我们要讲到二项 这个是第二部分 二项 二项讲本末 这是大学里面讲的 那什么是本呢 身心是本 什么是末呢 家国天下是末 大学里面将告诉我们 要以修身为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 那么 我们会问了 本来这宇宙是一体的 那何来有本末呢 这本末怎么解呢 这是因为什么呢 当我们呢 迷失了明德之后 这就起心动念了 这产生动向 于是就幻化出 所谓的 身 家 国 天下 这些都成为物 物有本末 本来是没有本末之分 都是一体嘛 但是因为迷了 圣人就顺我们的迷情 给我们呢 辨别本末 目的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反迷归物 破迷开悟 那破迷开悟的这个过程 就叫事 所以这个事啊 是修行之事 事有忠实 物有本末嘛 事有忠实 既然迷了 于是就有本末之分 那么在修学上就有忠实 忠就是后 实是要先 修学有一个先后 这要知道 忠实就是知其先后 这尽道已 尽道就是逐渐逐渐归向道 那么大学讲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 天子是人中最尊贵的 数人是平民老百姓 一个普通人 全都是以修身为本 为什么呢 因为身是物之本 宇宙万物 本根本是自己一身 在天子的决度来讲 这个天下是天子 一身为本 一身是天下的根本 那么对于一个庶人而讲 一个普通人来讲 道理是一样的 这庶人的天下 也是以这个庶人之身为本 天下为目 那么大学里面讲的 修身在正其心 在成其意 在知其知 这个至之成义正心都是讲心上的功夫 那修身又是以 修心为本 修身就是修心 身和心 它是不二的 所以我们用身心做根本 大学里讲的正心 修身 这是修行的根本 这是因为知其本了 知道哪个是根本 所以从根本修 这种砂糖 我们用身操作 遵线的砂糖